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脑或者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然后我是Roland 公司的市场产品部的部长 我叫梁庚 然后其实我们在去年的年中的时候也见过面 但是那会我可能是一直戴着口罩的 然后今天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第一次见到我 就是真人 然后今天我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 然后给大家来分享一次我们很有意义的一个内容 因为今天日期是1月30号 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直播 就是为了给我们在中国全新上市的 我们Roland旗舰级的电锤管产品 Aerofone Pro 就是AE30来做一次首发的直播 然后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 请到了中国电锤管文化的传播人 然后以及全球唯一的华语的电锤管论堂的超级版主 安逸爸爸先生 今天我和安板 其实主要是安板会给大家来解析一下 就是有关于Aerofone Pro 就是AE30从开发 然后到问世的一系列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经历 然后一些故事 然后另外就是还要向大家全面的去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款AE30 它究竟有哪些亮点 然后它和以前的产品有什么样的不同 安板下午好 然后今天也是非常劳心大驾 然后来我们这个直播间 这其实去年6月 6月份到现在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 我相信就是现在在观看直播的有些朋友 已经拿到我们AE30电锤管了 安板就是您看的这个AE30 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AE30是什么时候 您还记得吗 就是第一次我看到的AE30其实是效果图 是在2018年的10月 当时在上海国际乐展的时候 19年 19年10月 19年10月 然后看到了一个设计图 当时还不知道它的型号是30 其实只是看到了背面和正面的两张图 当时我还有个疑问 说为什么AE10的十字键去掉了 其实我当时也有这个疑问 对 至于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当时是不知道 那么真正看到实物的时候 是在去年的9月 然后样机当时拿到了 才一个一个去测试 包括我之前录的那几集的评测 其实都是在样机刚刚拿到手的时候 第一感觉当时录的这些东西 行 所以其实安板其实在很早 就已经拿到AE30这个产品了 就是比我们所有房子交易早很多 然后我们也是和安板一起 就进行了很多的工作 因为其实对于罗兰来说 就是安板其实从2017年开始 然后我们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合作 然后另外也是慢慢的逐渐进入到一些深度的合作 然后安板也帮助了我们 就是在音色调制方面 然后在产品的设计方面 其实帮助了我们很多 然后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宝贵意见 当然安板其实你也是从用户的角度 收集了很多意见过来 对 因为首先电锤管这个新兴的乐器 它面向的我知道是全球的一个用户 但是中国的用户在这个比例里面 将会越来越占的量级更高 然后我提了很多的建议 包括希望总部的开发部能够对中国市场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知 知道中国的用户喜欢什么要什么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列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这种音色表的建议 就是希望能够在Aerophone系列里面加入各种各样的音色 所以我现在比较欣慰的是 在A130里面我见到了95%我当年提到的音色都出现在了A130里面 也真是非常感谢您 真的 咱们就是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小梦想 其实Aerophone的推出顺序是从Aerophone就是AE10 对吧 然后后来是05 然后后来是01 然后现在到了30 您看看这么一个历程 然后这几款产品 您觉得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传承 或者说一些区别 在您看来 首先我们这样说 第一代AE10是在2016年9月当时发布的 那么现在看AE10更多的倾向的是萨克斯的演奏者 他们的演奏习惯 不管是从宽度的设计厚度的设计 手的握持的设计 都是接近了萨克斯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很多的功能 其实和后几代相比 并不是特别多 包括蓝牙这样的一些功能 这是第一代的产品 然后紧接着就有了第二代 就是AE105 我给您拿过来 那么AE105和AE10相比 其实在直发体系上 其实都是萨克斯的波木体系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全球所有的管乐器 就是我是把所有的管乐器全放在一起了 直发上占有力最高的 所以才会倾向于萨克斯的执法体系 当然 Irofone本身是可以把这个执法变成萨克斯的执法 树敌的执法 包括EVI的执法 包括小号执法 以及只用左手和只用右手的执法 这个都是Roland的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发明 而且还有自定义的执法功能 这是AE10先开始的 其实我们好多用户也都在用自定义执法的功能 对 非常多 因为你只有自定义了执法 才能做到去适应所有管乐演奏习惯的人 是 尤其是连小号的执法都包裹进去 这个是之前的所有的型号都没有遇到过的 然后这两代出来以后 又有了一个新的设计 就是AE01 之前我是做过专门的AE01和AE05的评测的 AE01更多的是采用了树敌的执法体系 它完全和波木体系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知道在开孔的木管乐器 不管是中国的主敌 肖还是索纳 包括欧洲的像Duduk 包括爱尔兰的少敌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执法体系 所以这两种执法体系 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全世界所有的木管乐器用户 明白了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但是从产品定位的角度 它在AE30发布之前 它已经是一个专业级的型号了 包括过去的几年里 我在舞台的演出 所有的风格 其实都是用它一个就可以完成 大家也都欣赏了很多次您的演出了 那么AE05更理解为是AE10的一个入门版 那么AE01其实也是一个入门的定位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级别 对 但是到了AE30这一代 我们发现了它基本上是容纳了很多 056下 对 容纳了很多前面三代的一些特点 包括从握持的宽度和厚度上面 这个是因为AE10刚发布的时候 更多考虑的是萨克斯的用户 往手形 那在宽度上面厚度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是 所以在30这一代 就吸收了05的一个设计理念 我们能看到这种变薄了 是 变窄了 让握持变得更容易 对 这是一个视觉上的显著的变化 是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 从低头的设计上 30 05 01其实是同等规格 也就是说这三款它们的低头是可以互换的 明白 但是10是独立的一个 这是从最直观的外形而去看 当然 30作为一个专业级的型号 它肯定要保留波姆体系 这是一定的 因为从执法习惯上来说 波姆体系的灵活性其实更强 因为有些电池管用户可能会觉得说 按键少是应该特别简单的事情 因为看上去简单 因为我会问一些对管运器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 他们就会告诉我这样的一个判断 但其实熟悉管乐器的人就会知道 按键越多其实才是最简单的 因为你按键足够多 你才能产生不断的排列组合 你才能去做各种变化 就能发挥出的空间大 对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包括我们从木管乐器的历史严格这个角度来出发 最早的管乐器 delay的都是开孔的 就从六个孔开始 然后直到波姆 德国人几百年前 才把波姆体系的所有的按键体系 变成了一个现在的革命性的设计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么到200多年前就是萨克斯发明的时候 基本上就定型了 所以AE10也好 05也好 30也好 它沿用萨克斯体系 其实它是一脉相成这么下来的 等于说是在设计理念这方面 100、05和30其实是一样的出发点 对吧 像最新的30和前几代的产品 大概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您发现的 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就是它的 咱们先说外观 接口到目前为止是最丰富的 我们能够看到 除了蓝牙是AE05和AE01就有的 但是AE10并没有 蓝牙已经有了 然后两路的音频输出 不管是耳机的输出 还是6.35的音频线的输出 然后还有增加了传统的5帧Midi口 这个是之前所有的款式都没有的 而且是Midi音号的都有 也就是说它可以完全作为一个音源来使用 外接你的其他的Midi乐器 来调用它里面的音色 然后我们能看到Type-C的USB盒 这个也是 紧跟时代了 对 基本上和苹果是同路的 这两个选钮 我相信是非常多人有刚需的 它照搬了AE05的选钮和变调 因为它会变得更直观 我们在AE10上面 如果做变调的话 你需要到机身里面去设置 但是你在这的话 你基本上实际拧就可以了 包括音色的选择 我们知道AE30其实音色数 现在说到里面了 它有312个 AE10是129个到现在为止 其实你很难记得住有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音色的品质 其实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的 但是这块可能涉及到里面的内核的东西 这个一会咱们可以再细说一说 然后显示屏的信息量又增加 相信每一个拿到AE30的人都能够体会到 显示屏里面的字数 包括清晰度 包括信息量都特别多 拇指托 这个就不用说了 每一代都有不同 这4款Aerophone 这次好像是给了两个拇指托 对 其实如果比如说 像我的专业是双黄管 我们当年在这个部分 叫指托的部位 其实会有好多种的橡胶的变做选择 它其实就是把 这个设计把双黄管 单黄管的设计完全照搬过来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厚度 每个人的习惯是不同的 所以它提供了一厚一薄 两个指托垫 就是为了满足你不同的这种手感的需要 当然肯定一种人应该只适合用一个 所以二选一就好了 这倒是一个比较小的变化 咱们用户也要注意 不要把它弄丢了 因为有两个 我一开始也担心它会掉 后来我用了这几个月 发现还挺结实的 是吧 没有任何松动的痕迹 因为我们看当时AE05 我那个指托垫 刚发现掉了 这个地方我是买了一个Sax 那个垫 因为相对来说比较硬 然后就很容易掉 因为它毕竟不是原配的 所以30至少我的感受是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 在操控上面 就是AE10有一个十字轮 十字轮 这当时是您就是非常赞 就是赞不追考的一个设计 我特别喜欢这个功能 就是我到现在已经用了16个型号 不同品牌的电锤管 但是这个模块 它给我带来的演奏上的感受 这种操控的自由度和熟练度 以及你的那种反馈都是前所未有的 尤其是在很多明月的音色 这个十字轮的应用是非常频繁的 但是到了30这一代 这个模块去掉了 变成了像合成器的曼音轮 而且加了一个拇指垫 等于把十字轮的功能拆分成了两个部分 以及S1 S2这两个按键 等于拆分成了这么多部分 功能的从数量上来说是比102增加的 当然换了一个操控方式 你的演奏习惯一定要变 这个就是之前我做评测的时候 可能有人问30和10有哪些本质的提高 或者还有一些人在30要买之前 他就已经把10出掉了 当时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出 你要等一等 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乐器 就是用到现在为止 即便是因为这一个细节模块的变化 其实造成他们从演奏的角度 演奏的效果操控的习惯上 就已经是两种乐器了 其实我们也是越来越感觉到 10和30它的本质上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两个方向不太一样的产品 不是互相替换的那种关系 对它不是替代关系 而是完全的并列关系 当然可能从内核的先进性上来说 从芯片的幅度级别 30肯定比10要更近一层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仅仅说即便是里面没有任何变化 光说这一个细节的变化 你就可以试出来在同一个音色里 不同的部件带来的这种不同的听觉 我相信目前手里已经拿到30的人 你去试你的同样的一个音色 你用这个地方去操控 一定的可以听到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这种感觉其实我一开始拿到30的时候 我也有疑问 我也觉得30会是10的进阶 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当发现这种不同之后 我也想为什么会不一样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才意识到 就像我们传统乐器 比如说换一个哨片 换一个敌头 换一个耗嘴 换一把琴弓 换一套琴弦 之后的这种变化 就相当于换了一支乐器 明白了 所以这两个乐器 我日后在演出的现场 我一定是两个同时都会出现的 那么根据不同的风格的需要 根据不同的乐曲的需要 我会有选择的使用它们两个钟的一个 太好了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了 然后刚才您也说 它30在部件这方面 其实像和10相比 它也改进了很多 而且还增加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也都把30命名成Airphone Pro 对吧 它Pro就是专业的意思 您觉得它专业性具体是在哪一个方面体现的 首先 我在评测里介绍 它从音色的数量上 它已经是一个到目前为止 所有品牌所有型号里面 那只音色数量最多的 是的 已经是AE10的两倍还多了 对 然后这一点上 它的专业性 它的这种广博性就毋庸置疑了 因为电锤管这个乐器 从我第一天拿到起 我就把它定义为一个广博的属性 尤其是它和传统的原声乐器相比 传统原声乐器走的是一个垂直纵深 这样一个概念 一直往前走 比如说我学双方管 你只能去吹双方管风格限定的曲子 比如说古典 比如说明歌 比如说一些流行 你拿双方管去吹爵士 其实并不能够去适应的很好 双方管也吹不了摇滚 萨克斯这个乐器可能适应性就会相对来说更宽泛 因为毕竟萨克斯从诞生到现在为止 它经历的黄金时代是绝世乐的时代 摇滚乐的时代 古典乐器的黄金时代它没有赶上 所以它的编制就不在古典交响乐的编制里面 萨克斯的细路确实就更宽 但是电锤管到现在为止 到了三菱这一代 基本上囊括了吹奏乐器 拉弦乐器 弹波乐器 机弦乐器 打击乐器 这五大类 基本上我们的吹拉弹打 这是最常见的 当然还有一个很垂直的门类叫摩 特雷门琴乐器 那个没包括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全部涵盖 因为我当时在测试音色的时候 弹波类的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包括打击乐 因为05其实也是原来有打击乐的 只不过在三菱里面打击乐 变得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丰富 动态也变得更大 所以基本上在电锤管乐队这样的一个组合里面 它其实已经可以覆盖所有主要乐器的角色了 假设我们组一个乐队二三十人 每个人承担一个声部 它已经完全可以cover所有的东西了 按按摩看看我提一个小要求 咱们说了挺长时间了 有二十分钟了 看看您能不能选择其中一个音色 给我们稍微的感受一下 就顺带着把它另外一个功能测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提说A110带有一个音频输入的 就是你把手机的耳机口接一个3.5的音频线接到它的音频输入 那么所有的伴奏音量就可以混合在A110的机身里面 通过它的6.35的输出来输出 这是A110的功能 是 那么到A130的时候 大家拿到了这个乐器 发现没有AUXIN这个出口了 然后有人就会问说为什么取消了 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取消 而是把它升级为了蓝牙传输的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我现在是用手机里面的 来随便播放一个伴奏 通过蓝牙来传输音频 以及实时演奏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的 所以现在大家能够听到的所有的伴奏 是从这个手机里面发出来的 它通过蓝牙传输到A30里面 然后我演奏的内容 通过6.35的这根线 传到身后的音箱 我们大概简单的听一下吧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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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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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种快曲子 因为确实是一个非常快的曲子 然后我其实在您演示A10的时候 我也经常会听到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是不是您最喜欢的曲子 对 这首曲子其实是一首爱尔兰的特别古老的旋律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叫漫天飞语 我用了一个中文化的翻译的名字 一种方式来翻译它 其实挺贴切的 因为在很多的古老的爱尔兰民谣里面 就可以听到这首曲子的不同的版本 然后尤其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对爱尔兰的凯尔特的这种东西 会有一阵的时间会特别喜欢 所以专门就听了很多版本的这首曲子 然后直到后来有了电吹管 我可以去吹哨迪的音色 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这是爱尔兰哨迪的音色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音色 AE10其实没有这个音色 然后当年我用AE10吹这首曲子的时候 这个音色是我拿爱尔兰自己编辑的 等于自己做了一个音色 那胚子用的是什么 什么哪个音色的 胚子我记得有短笛 然后有中国的主题 我记得是这样 但是肯定不如原声的采样的效果更好 而且刚才大家在听到 我在吹的过程中 其实我用这个拇指垫 拇指垫的时候 它会加一些其他的技法 就是这个拇指垫 各位如果在看音色表 有一张横板的表 会可以看到每一个音色 它都会针对拇指垫 S1 S2有相对应的技法 其实在AE10的那张音色表上 你也能看到 你的十字轮 不管向左还是向右 都会触发不同乐器的相对的技法 这个功能其实很难在一两个小时 把它说明白 因为这个涉及的范围就太广了 所以各位还是需要自己去尝试 好的 刚才大家也听到AE30的音色 我也想问问您在拿到AE30这几个月 然后您觉得它内置的音色品质怎么样 比如说和10比有哪些不同 或者说有哪些进化的方面 您觉得 我们现在再说音色 各位从这个表上能够看到 首先我希望大家建立一个概念 AE10它的预制库是129个音色 只有129个 它只有一个库 但是AE30你刚拿到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面对的是12个库 而且这12个库的分类是比较清晰的 AE10它是把所有的乐器种类打散在一个库里 而且是没有规律的 但是在AE30的时候 12个库每一个库是按乐器的种类 应该就是种类 比如说一库是合成的硬质的音色 二库是转质的合成的音色 然后三库是pad类的 就是铺底的 然后加上铺底的弦乐 这三类其实是标准的合成器的音色 不是传统原声乐器 然后第四类就是合成的铜管和合成贝斯 前四类其实都是合成器的 就像我经常说的合成电音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到了第五类 就是标准的木管乐器组 当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去熟悉 去了解不同的乐器的分类 这是将对于你演奏电锤管 学习各种音乐 其实是必须的一个知识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知道就好了 你最好能够去研究它 很清晰的知道它们的分类 然后木管就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长笛 双黄管 单黄管 萨克斯 大管 然后树笛 它都算到木管 木管完了以后就是brass wings 就是铜管 小号 长号 圆号 大号 幽峰号 磁中音 这些东西都算到铜管里 然后就是弦乐 再往下第八组会是中国用户着重介绍的 就是里面包括了大部分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民族企业 包括我刚才吹的少迪也在这个组里面 然后很多我做过演示的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都在这个组里面 包括印度的音色 日本的音色都在这里面 然后就是键盘 就是在演示的时候 其实我是做过一个钢琴音色的测试 是那个音色真是太有意思了 就是我刚我因为我是打开微信就是看嘛 然后就是感觉如果不看的话 不看这个视频的话我就觉得好像真是有一个人的弹钢琴音 可惜只有右手 因为毕竟电锤管它是个独奏乐器 它是个独奏的单音乐器 是的 但是这里面又要说到三菱的一个进步的地方 如果现在大家再去听我之前发的钢琴音色的测试的时候 会听到其中有几个小节是8度 钢琴是有8度的 那就是因为S2键提供了一个8度或者5度或者3度的功能 当然这个度数是可以自己去设置的 我们知道那我们的审票 谢谢 poor跟高车的历一个小旁 我们要找不到小的一个 ningún, 打开最后胡闹我很便宜 让个小竹货 放开 Michel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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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乐器音色的时候 这些音乐都会分配不同的技法 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和声 我相信这是一个从本质上 对于10来说是一个提高 而且应该是有更强大的运算的功能 才能做到这一点 对是这样 因为AE30它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然后在罗兰的体系之下 其实它在硬件这方面 然后以及内核的芯片这方面 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然后它现在使用的是我们最先进的一个叫BMC 叫行为动作模拟 行为动作模拟 对 Behaviour Modeling 这么一个命名的一个芯片 它是其实具体的运算能力提升了多少 我们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它肯定是比10的运算能力提升了很多 因为可能大家知道 为什么比如说安板 它在演奏一些传统乐器的音色的时候 可以那么为貌为效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做音色采样的时候 其实很多技法我们都一块去采集下来了 但是因为它是电子乐器 它需要通过强大的运算能力 去把这些技法和音色 然后正确的结合在一起 然后另外通过你的演奏 哪怕是手的演奏也好 就是纯控 气息的控制也好 正确的去反应出来 其实这个就是以前安板经常说的 就是我在以前我听听说的其实也非常有共鸣 就是演奏者在演奏一个乐器的时候 他判断那个乐器好坏 和聆听者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是演奏者我要看这个乐器是不是能正确反馈我的演奏的这种情绪 然后以及比如说具体的力度也好 或者是操控的那种灵敏度也好 对 所以实际上BMC芯片给我们现在目前Roland的这些乐器电子乐器 尤其就像电锤管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红利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音色能力非常非常强大 它除了可以正确的去反馈你的采样的那个音色以外 它还可以就把很多技法的细节体现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其实对 因为我在体验这个音色第一次拿到的时候 我们还拿钢琴这个音色举例子 我用不同的气息去模拟就是弹钢琴的时候 你运指你下键的这一下 不同的这种力度 它能够给我完全相同的反馈 这点是我让我觉得尤为突出的一种变化 当然只有自己演奏你才能有这种感受 包括我在使用定音鼓这个音色的时候 能听到 比如说我把我的力度分成八档 我能听到完全不同八档的力度反应 包括那种鼓琴的弹性 是我作为一个演奏者前所未有感受过的 每一个音色三菱里面都可以给我这种状态 这是我的一个 如果您刚才问到的是音色品质上的提高 这是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我相信如果咱们的用户用正确的方法去演奏去练习 应该也能感受得到 对 那是肯定的 因为首先其实有点像像人开车 假如说你开过很多车 对吧 我开过的车不多 举个例子 某人开过很多车 他一定知道他需要的面对什么样的路面 脚下的油门的这种很清晰的控制 然后他的离合 赛车手肯定要是要离合 没有自动挡 对吧 任何一个特别细微的控制 而车能够给他的反馈是不一样的 那么一台车的好和坏 调教的结果是优还是劣 其实只有车手自己知道 是 那有时候坐车的人并不能够感受到 坐车人就只能感受到推背感 或者晕 对 所以我一直我在强调说 一个乐器的操控体验 其实就是和这种开车的感受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只有开过各种车以后 你才能一试下一台车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他缺了什么 那个地方他有了什么 这种操控感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体验 你得出来的一个习惯 或者变成了一个概念 这么看来 安板对A30的音色品质 评价还是挺高的 然后我也代表咱们中国的用户 问一个问题 刚才咱们不是也看到了一个组里面 全是各种世界民族乐器的音色 对 这次A30里边其实增加了不少各地世界民族的音色 对吧 对 有关于中国民运音色 您看看您有什么能和咱们用户去分享的吗 中国民运音色首先非常全了 这次已经 基本上常用的中国民运音色都已经在了 然后我在演示的时候 其实也都把他们尽可能的 跟10不相同的 我都把它录出来了 然后我记得在2018年 我做第一次上海沙龙 北京沙龙 阿姨爸爸北京沙龙 那次 Roland的咱们另外一位朋友也在 当时我记得是 他去负责当年这个乐器的彩样 所以我觉得要不然请他来聊一聊 对 非常遗憾 然后我们本来是要请他过来的 然后我们今天真的把他请过来 因为他本人就住在通线 然后我们来 有请我们现在目前我们Roland公司的销售的总监 然后王菲先生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当年采集中国民运音色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您请坐 您请上坐 我先离开一会儿 谢谢 好 谢谢梁部长 还有安白好 大家好 我是 我刚才梁哥已经介绍过 就是我姓王 王菲 主要是现在在罗兰公司负责销售工作 然后刚才安白也提到了 就是之前确实是我参与过 就是我们罗兰的一些 针对中国的民运音色的采样的工作 这个也是虽然时间很长了 但是到现在来讲 我也是记忆犹新 因为确实是一个特别 难忘的过程 没错 哪年大概在 其实中国所有的民运音色一共采样了两次 一次是在2004年的时候 另外一次是在2007年的时候 一共采样了两批 然后现在等于加在一起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们所有A1300这些音色基本上也都有 我记得当时是 Roland推出了一款合成器 对吧 就是面向中国地区的 然后以中国民运音色为卖点的这么一个合成器 没错 长城几号来着 最开始是长城7号 长城7号是2005年上市的 然后到了2008年上市的是长城8号 GW8 对GW8里面中国的民运音色就更多了 而且品质也比原来长城7号要好 所以当时采样这些音色的时候都是完全是给合成器来演奏用的 所以当时我们思考采样的这些整个的流程也好 包括好多的演奏的时候 思考更多的是在键盘上 但是我也没想到过了十几年以后 我们把这个东西后来又放到我们的电锤管这个乐器里面 然后通过电锤管来把它再演绎出来 我觉得也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对 尤其是气控的功能 我们在使用AE10的时候也好 使用AE30的也好 一会儿我会再细说 当你的气息到一定触发的强度的时候 你会触发不同乐器的不同技法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 而且是特别符合管乐器演奏习惯的一个突破 没错 因为当时我们在采样这个音色的时候 就充分考虑到了一个乐器的一些特点 大家知道罗兰一直以来在电子乐器当中 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 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这种乐器独特的技法 我们也同时采样琴 像当时在键盘上的话 因为我们罗兰当时也是那个时代 就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每一个音色 你按下一个琴键以后 它可以叠加四种音色在一起 然后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力度分层 然后弹的轻弹重弹 然后再重到触后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样实现了我们有一些可以计法 在键盘上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然后当然到了电锤管 就是照AE30这个时代的时候 我觉得它可以通过刚才案板介绍的那些 通过我们的一些自定义的按键 然后拇指包括AE10里面的十字轮 这些实际上都能实现这些功能 其实我觉得也更能体现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 对那您能介绍一下当时采样的时候 这些乐器的演奏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 对其实这个是我为什么到现在记忆犹新也是我现在非常有感触的一点 当时我们请的这些采样的人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我们随随便便找来的一个民乐的一个普通的演奏者 这样我们基本上请到的都是业界公认的大师级别的这样的人物 也是因为我们觉得既然我们要采样而且要把音色也好 包括这个乐器我们也是都是这些大师 然后他们自己带过来的自己最好的乐器 所以采样出来大家才能听到这个音色也好 包括它的演奏技法 比如说刚才案板几次跟我提到过关于琵琶的音色 对那个音色的轮指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状态 没错 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听轮指的整体的实质特别的匀 而且力度也基本上是很平均 但是这个当时我们请到的是咱们国内的琵琶界的泰斗 林石成老先生 林先生是我国当之无愧的琵琶第一把 是刘德海先生的老师 没错 没错 当时我真是记忆犹新 当时已经林老师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我想想林老师是1922年生人 那么采样的时候如果是2004年 对已经是八十高龄了 对当时我印象里 当时他儿子扶着他进来的时候 我感觉当时还记得那个场景感觉 但是林老师只要拿起琵琶以后 我觉得整个的人就焕发了个光彩 明白我完全能理解这种 那种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是让我们感触非常的神 然后包括演奏的时候 我觉得无论从音色 是吧 音准 然后所有这些方面 我觉得完全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才能呢 大家才能听到我们的那个 无论合成系列也好 包括我们电池管里边 这个琵琶的音色 是吧 就是非常的一个 非常能还原这个乐器的这个本质的这样的一个 对因为当我第一次试AE30 因为AE10是没有这个音色的 那么我先去试了这个琵琶 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这个轮值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个彩样来自于林先生 没错 然后当时给我的这种反馈是让我没有我的这种状态 这种体验 没错 所以包括后来的我再去测试像古琴古征管子 当然我知道肯定都是同一个类别 同一个级别的名家他们的采样 没错 没错 当时我们基本上请到的这个就是 因为当时我们在采样的时候 然后是邀请的我们的国内咱们著名的有一个乐器杂志 因为当时正好他们跟我们是办公室楼上楼下 所以关系非常的好 然后当时就请他们帮我们去把这些国内这些名誉的抬头都请过来 我们一块做的采样 在哪采的 当时04年那批是在中央运学院 在中央运学院 在我母校 是在半地下的录音棚是吧 没错 那是张晓夫张老师的录音棚 电子音乐实验室那个棚 对 当时最好玩的就是 因为大家知道那地铁二号线就在它那个下边 对对 所以我们采样的时候每次以三分钟为限 然后采样三分钟以后就要停 先等地铁过去以后 我们上课那个GT教室就在旁边 就是只要一有地铁 然后我们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震动 复兴门站 对对对 当时也是很好玩 就是一直拿着手机做倒计时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对对没错 等于是采了两次 那第二次采样就还是在央阴吗 没有没有第二次不是在那的 因为第一次有这个原因 就是感觉有一点还是不太方便 所以第二次我们在子书院那边是一个国内一个也是一个顶级的一个路纹层 对在那边在那边采了 然后当时在北京那边采了一周 然后大家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我们新疆那边的乐器 因为当时我们这类的自动伴奏的键盘当时在新疆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当时我们采样的时候后来又去新疆那边采了很多的新疆民族乐器 对新疆的民族乐器 对然后当时的棚是在昌吉那边也就是刀狼的棚里边 明白了 现在给我一个感受 传统的具有人文精神的原声乐器 不管是弹拨类的拉弦类的吹奏类的都通过这种采样的方式把它们保存下来了 当然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林先生林世成先生其实已经在2005年去世了 听了刚才这介绍我有一种特别深的感触 就是这种民族艺术的觉想通过这种电子采样的形式保留下来 并且通过一款又一款的电子乐器其实是一种传承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没错 不管是合成器还是硬件音源还是电锤管 再重新使用他们的演奏者手中 那些大师的最宝贵凝聚了他们一生心血的采样 通过你的演奏再把它们还原出来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对 不仅是你要去敬畏作品 那么对音色的这种理解又会更深一层 非常感谢 没错 没错 其实我觉得刚才包括梁哥跟您一直聊的时候 我就想起当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开会的时候 当时日本罗兰的创始人 Kakihashi Tiyu太郎 T先生 他当时给我们培训的时候曾经问我们一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样是一个好的乐器 当然我们所有人每个人可能回答五花八门 但是他后来说说你们说的都不全面 他说真正好的乐器能真实的把演奏者的情感表达出来的这种 不是好的乐器 真正好的乐器是不光能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 同时还能激发你的创造力 是一个双向的沟通的这样的乐器才是好的乐器 所以我觉得我们罗兰也是一直秉承的这种 这种精神来做我们的这样的乐器 然后做我们的采样也好 音色也好 然后包括我们的整体的乐器的设计 所以这个也是这么多年我体会比较深的东西 我能理解 因为之前我们在用电子乐器的时候 其实和原声乐器有一个最大的本质的区别 就是由于它的振动方式改变了 任何一个原声乐器肯定要在空气中振动 然后才能够发声 那么乐器在演奏的时候的振动 其实是和演奏者形成了一种互动 但是电子乐器其实是没有这种互动的 由于它的振动方式是变了的 那恰恰是由于你的音色做到足够的采样精度高 仿真的细腻度足够高 所以才能够给你一种仿佛是真的感觉 至少从演奏者的角度 加上这种扬声器的振动反馈 我是有这种感受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 就是不知道其他使用AE系列的人 他们能不能有这种反馈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对比各种不同的型号 各种不同的音色 来去感受乐器 通过你的气息产生的这种振动 没错 这是一种特别宝贵的体验 没错 还是我们尽量的去保留这个乐器 本身它在演奏当中 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反馈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对于演奏者来说非常重要 对 仿佛让电子乐器也具有了生命 没错 非常感谢 好 谢谢安伴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非常感谢我们王总 因为其实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现在提起以前的那些故事 我觉得还是感觉非常亲切 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可能在座的很少 很少有人自己做过采样 采样工作是非常枯燥的 非常枯燥的 我们现在呈现出的这些音色 然后都是学与汉甚至泪 凝结在一起 所以相信以后 如果我们还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再把我们的王总 再搬出来 然后继续去做采样 重复一下这种过程 然后给我们的用户 带来更多美好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